Hello,大家好,我是阿特 新鲜的生蚝我们买回来不要再煮汤了 学会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生蚝各个肥美沿润 下面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买回一斤新鲜的生蚝肉 生蚝我们不需要买太大的 小生蚝肉质反而更加肥美 现在我们开始腌制生蚝加入半勺叶米淀粉 一勺蚝油 半勺黄豆酱 半勺的鸡精提鲜 加入一点食用盐 再撒上一点胡椒粉 气腥 蒸香 最后我们打上一个母鸡蛋 接下来我们用勺子把调味料都搅拌均匀 我们在搅拌的时候尽量轻一点 以免把生蚝的汁水弄破了 生蚝我们提前腌制10分钟 提前腌制好的生蚝这样蒸出来更加的入味鲜嫩 在这个空闲的时间我们切一点葱花备用 切好的葱花我们先放到一个小碟子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腌制好的生蚝倒入一个盘中 我们最好选择两个一样的盘子 两个一模一样的盘子盖起来比较密实一些 这样我们开大火蒸生蚝的时候 水蒸气很难跑进里面去 这样就不会影响到生蚝的口感 接下来我们往锅里加入苏丹的清水 把蒸生蚝的架子也放进来 蒸生蚝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等水开了再把生蚝夹进来 生蚝蒸的时间太长会影响鲜嫩的口感 等水沸腾后我们再把生蚝夹进来 再开大火蒸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0分钟时间到了 打开锅盖 哇好香啊 最后我们撒上一点葱花点准一下 这样一道鲜嫩肥美的蒸生蚝 我们就做好了 这样蒸出来的生蚝非常的鲜嫩丝滑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你们学会这个做法了没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的个人主页还有更多的家常菜做法 总有一款合适你 我们下一道家常菜见 谢谢你们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